Masticphoto.hk 歡迎來到膠攝現場 Masticphoto.hk 連續很多發布 iPhone Canon R3 兩者的宣傳方式都很相類似 怎樣相似? 就是隱樂陽線 那宣傳 宣傳當然是這樣的 我們都知道的 講壞話當然是我們講的 每個ZFC都只是講初心 所以我們不是講他膠 我講他膠 初心的東西會吸收 今次我們就講一講Canon R3 因為看這條影片 全部的東西都好像很厲害 但全部的東西都好像異熟能長 哪方面呢? 講的功能 我都不是第一次看到這些東西 你意思是Sony都有 追得很厲害 是啊 而且不是近代的東西 所以你先講過 先講過像素 2400萬像素 其實我個人 這個應該是最好的 是啊 慢慢先講一下他怎樣解決好處 其實每個人都看見這部機 都很期待的 因為其實在東京奧運會的時候 這部機一直都在發生著 出現著 即是懶得黏膠線 告訴你 哪有黏的 每個人都看到那個樣子 而且他的手柄的紋理是不一樣的 所以眼睛已經看到他的 然後那時候還要講 就是剛才你最怕的那個問題 就是幾萬像素 原來沒有驚喜 但是每個人都在說 喂 那個i-focus很厲害 在說以前Canon 很久以前都是i-focus的 現在重演 但是看了這麼多片 就算那些外國人做些測試 都沒有說到他是一個很厲害的賣點 其實我想 他reboot這個東西 是一個selling point 至於能不能夠用 你問我呢 我覺得在運動上 其實他官方的影片都表現得很清楚 是的 即是兩格電單車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一定是有用的 是的 因為你想想 我現在想focus前面那一格 我難道那隻手再按再擦嗎 是的 慢一點的 我沒可能觸過螢幕的 我只是眼睛走得比手指快 即是我覺得是合理的 是的 如果追到是合理的 是的 但是就看DP review 條片 胡蘇魯都說到 每個人用那部機的方法都不一樣 定期都要做calibration 無論你橫到用 和直到用 都要分開兩次來做calibrate 等部機適應你的眼睛 再加上就是說 如果說 有很多人 不斷focus那個位置來講 究竟那個機身的AI操用得好些 還是你個人的眼睛的AI操用得好些 這個我有些浸著的 我就很懷疑這個AI 因為我都算是 heavy user 是的 真的你拍一條人的時候 是完美的 是的 但是我有時真的兩個模特兒前後走 尤其是fashion show 真的糟糕 我拍前面這個 他又跟我追後面那個 然後一block了轉身 又會跳進去 因為對焦快 是的 還有你full screen的時候是最煩的 即是給了控制權在他那裡 嗯 我很不喜歡 我還是喜歡1DX Mark III的手指 那個touch pack 那個快 反而我見小朋友 用相機 即是我也見有些年輕人去現場 即是fashion show 那我見他們用 他又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的相機 因為一部touch screen 即是永遠都是touch screen 連上focus 即是連上fine 連上shutter 直接睹它 一邊睹一邊睹 他當然沒事 只不過是我們還沒習慣 你還是習慣用OEF OEF 即是我們習慣 不離開相機 即是貼著相機 這樣動 可能是我們問題 應該是 因為他現在發展的相機 是用手機的模式去拍攝 沒有人說這樣弄是不對的 沒錯 所以就看看直至有部機 可以試到上手 先看看iFocus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用 所以看看Canon 現在走這條路 是不是可以跟這個拍法挑戰 因為你現在年輕的 我班都是這樣拍的 如果追到是完美的 真的 不過想起 即是說60D年代 其實那個trap pad 那個drap focus 在Canon 真的很好用的 即是你只可以linear的 按著一點 拉到第二點 中間是那個 變焦的速度 即是變對焦的速度 其實都是可以順著你的手制 而改變 那這件事真的有不錯的操縱 其實我相信你有用開 1DX Smart 3的朋友 其實都應該很容易習慣這部機 而且是需要習慣 是的 他本身都是給予這班人的 所以在控制上 我沒有什麼疑問的了 其實上次1DX Smart 3 那時候已經在教育大家 用大螢幕來 所以有一批使用師 已經開始在轉型 反而我是比較欣賞他 急起直追的項目 即是由反光鏡 追去無反 是的 還有就是 他沒有說到的 Global Shutter 即是A1那個 或者A9那個 或者A9那個 是的 因為就算去到 為什麼可以做到 類近Global Shutter的能力 其實全靠都是 Stack the CMOS的技能 手法那個牌子 當然是Sony 由A9 A92 到今時今日的A1 其實最大的技術 就是 令到他可以 在很短時間 將CMOS裡 Capture data 就很快地 拿出來 令到他不會說 有逐條逐床掃描 那個形式 令到Memory中間 有個時間的分別 而拍攝的時候 就會看到 運動的時候 動作會變成一些弧線 最明顯的 日本人最喜歡的是Golf Golf 會不會彎 會彎 但這些其實都是Hard Fact 沒有什麼好講的 也不是什麼新的 我們交涉 就要講一些真話 真的嗎 其實如果你說他追到 他是追到A9 他拿著2400萬像素的Sensor 你做到是應該的 2021年 是不是 你現在不是說 你 人家A1 是說幾多場數 五千萬 五千萬 對 他就是說 他那個Processor 快你一倍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他 簡直就是 因為 為什麼剛才一開始 就說所有功能 都像耳熟能長 那樣 即 他的功能 全部不是新的 除了Eye Focus 之外 剛才你說到 Global Shutter 另外就是說 由頂端到底 就是Hot Shoe 不是就是Sony的Hot Shoe 厲害 真是最厲害 就是由你可以把它插 一些Multipurpose功能 最大就是收音的功能 這件事 不要說Sony 其實他自己也是 但是 你想說什麼 你想說他抄Sony 不是的 沒有人說要拿專利 我就會這樣看 Canon 他的發達史 我們交涉有做一個很詳細的 製作特輯 從歷史去探討 就是他歷史上 他一直都是做追的 而他再加上 他除了追之外 他再加上 他強勁的市場部 就是首先 他做不到的時候 就踩別人 就講自己的優點 到他做到了 他就focus在自己做到的 那個優點上 他現在叫做 他明知道做不到 他就把Sensor 擺後一點 就是我做不到5000 我就先做2400 反正原本在使用 一些的那班 都不會投訴我低像素 本身也是低的 但是他現在2400 要收到人家5000 的價錢 因為以前也是這樣的 以前一些都是這個 上訴 你要高像素 就用5D 以前一向都是這樣 所以你要買兩部機 R5和R3都要買 你不可以這樣說 那你用Sony更麻煩 你要買三部機 Sony一部A1搞定 Sony一部A1搞定 是啊 你要追8K Sony一部A1搞定 但是三部機的價錢 不是 現在這個價錢更貴 欸 我想要幫他的 這部 他一直在辯護 說不通 現在這個價錢 多少錢 42,900 我看一看他出來 是不是真的 不是啊 他看一看出來 我看看會不會追得到 和A1便宜一點的價錢 如果不是 我覺得 不過他始終有他的忠實擁 因為他的系統 有很多人都是他離不開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 那他的鏡頭也不便宜 所以真的賺得回 賺得回 是啊 然後我又覺得 所以你不是說他是追 但是追真的要好過人 那個問題是 我覺得好過人 首先 他的形狀很專業 對 Sony還在說一部小機 對 起碼走出來 嚇到人 他又不用買直到 省分些錢 Sony要另外賺到便宜一點 但是又說到 剛才又說 由頂到底 之後 說到Horsuchu 當然是說閃燈 兩部機 不可以說兩部機 他也有追回 他又是可以 Electronic shutter 之後 做一個閃燈快門 但是 他最快 官方說是250分之一秒 但是Sony A1是說四百分之一秒 其實都是 Processor 作怪 應該是 CMOS 的 readout 其實 兩樣東西 就是他的樽頸 一個是他的 CMOS 一個是他的Processor 根本這兩樣東西 就卡住他進步 他也算很有骨氣 他沒有買別人 自己研發 自己搞 總之 我們作為消費者 當然是要支持他的 對呀 支持原創 對呀 你有競爭才有進步 真的 如果不是 像台積電那樣 加價 你就局加 20% 就是20% 他又貴過A92 那麼多 他僅僅便宜 A1 就是 那個性價比 那個點是哪 Canon 他有這個市場佔有率 他有權這樣做 是 就是 首先 你們這些傢伙就用慣了 你用慣了 就麻煩了 就是 這個東西是 沒得說的 就跟你買一部ZFC一樣 是不理智的 是 我們在旁邊 唐邊殼 這樣說 很貴呀 沒有用的 人家就在罵你 是 公司給錢 什麼意思 在這裡宣問 這樣 是不是 雖然我們都會這樣 是啊 這個事實來的 講些事實出來 只不過是 反而我真的很想知道 就是兩者 就是 現在的技術裡面 兩家的ZMOS 都是 大家發展一樣成熟 兩個都有 那個數字遊戲 在ISO上面 他都玩了很久 比如說在A92裡面 他還沒延伸之前 是51200 但是這部機 他就 講到 還沒延伸之前 是10萬 但是一起增加的話 都是去到20萬 我想看看兩部機 差多遠 只可以看照片的判斷 因為這些數字 你是不是覺得 它的ISO有點低 我覺得 如果大家都以2400萬像素 而他這樣的造型 我覺得應該要再高一點 沒有什麼技術樽鏡 就是去到現在 因為他都刻意壓到2400萬 而令到這件事 要不就是為了 Widdle Speed快一點 要不就是另外 就是為了 大約數大一點 不過剛才Colin有提到 有個位置是厲害的 因為大家都有說 即是我經常說 HDR 即是一張照片 可以拍攝一個很大的寬容度 他也有一個小技術 是偷了的 Colin記得嗎 10bit 他已經拍10bit 3張HDR 搭埋 0.03秒 又不是同一個時間 0.02秒裡面 發生的 是的 即是流水有波紋 他也不怕 應該不怕 看你接受程度 我覺得 0.02秒不行 不要拍瀑布 延遲了 你不可以 你低了門 他把官方發想 是在拍海面的 所以他想賣 0.02秒 拍三張 我們買股票 是0.0037秒 噢 瘋頭排得快 是的 看看 因為其實 很多人都在爭論 什麼叫HDR 什麼情況之下 其實HDR PQ 其實看一些 跟電影相關 或者片相關的 可以有更多的理解 其實主要可以 發揮到這個功能 其實是看電視的 因為電視才能 顯示到HDR PQ 光暗的程度 始終都是在鏡頭看 在鏡頭看 另外 反螢幕 現在每個人都反螢幕 他真的給了一個 articulate 即是故障反螢幕 你叫做專業機 用這些反螢幕 好像沒試過 是的 手創 看一次 專業機是自拍的 是的 其實 我覺得市場 一早就已經呼聲很大 我也不明白 是廠商不知做什麼 騎鬼死你 CANON 一向都是消費者 自拍的 我覺得沒問題 他是會這樣做的 對 以用家來說 喜歡用CANON 喜歡的 不料 總之反螢幕 買得好些 是的 成本不會高了 另外 再講完聲 講過shutter speed 其實他現在說 一秒三十張 他剛剛在A1和A92之間 因為A92 其實都出了一段時間 他還是一秒二十張 到A1的時候 他說自己是旗艦 才去到一秒三十張 跟R3平手 算不算像素 不算像素的 不算像素的 不算像素 OK 所以這個位置 其實他的Protessor應該追得回 很難平手 你怎麼不算像素 你一定是算的 算像素 不會放過來比 我們已經很尷尬 找A92和A1來比較 其實很尷尬 你幫就幫他 因為A1真的很厲害 你五千萬像素 還可以一秒三十張 那一刻 你還要是電子快門連線 上次玩得厲害 你玩壞了 我想和你們討論一下 科技再這樣進步下去 其實快門真的可以不飄搖 今時今日是的 是的 你現在一秒三十張 沒有意思的 但是Canon就幫你保留傳統 其實下一代產品就會拿走了 完全不要快門 現在反光鏡沒有了 反光鏡 五靈鏡沒有了 下次應該沒有快門 小一點是壞的 我就覺得這樣 就是我們這個曝光三個要改名 以前就是光圈 快門這樣說 即是一向這個Shutter Speed 都是有一個Shutter 如果沒有Shutter 應該叫做Capture Speed Capture Speed 或者Read Out Speed 我覺得可以改的了 差不多 要清一個倉 另外就是拍片 雖然這部 我想應該沒有什麼人會找這部R3 來專門做拍片 應該也會有 但是因為它防水防塵 所以其實跟C70那些 來到比味 是不合理的 差不多價錢 是的 但是當然C70那些 你是要很穩穩陣陣 很有保護 因為它不會防水防塵 但是這些機器就是 所以其實在野外環境的話 始終都會有人這樣去追求 不是 你只是有一樣的 當你的東西一樣 那你有Full Frame就差很遠 它的電影感 是差很遠的 拿這部機來拍 你想想 你Canon的相機系列裡面 難夠拍到片 其實只有兩三部 所以會用它拍片的 可能是會這樣想 你想想 我買一部C70 都在說四萬多元 既然我買得起 我可能會考慮 當我還沒買的時候 我就會考慮 會不會買一部A1 不是A1 對不起 打鬼炮 R3 會不會買一部R3 先頂住呢 可能都是一個出路 現在官方都有標榜它是強的 6K 60p 10bit 其實它拍是6K 但拍出來是6K轉4K 其實就好像A73一樣 不過當它去到這部機器 它就不擠牙膏給你 所以它的Beat Rate 都算是當今最高 在同期價錢 你再想多一件 它2400萬像素的Sensor 它應該是會 Process快 R5很多 不是快一點點 R5拍片 始終都是 剛剛拍完 停了機 其實大家要理解 我覺得不是器材的問題 人用器材 人用的方向問題 你買一部大像素的相機 來拍1080 你拍1080 你打算機器快一點嗎 不是這樣 就是 它的Processor 每個Pixel都要Capture 還要用壓縮 它還要用壓縮 它當然會浪費多一點時間 所以 你寧願拍4K 入到電腦轉回來 好過你在機器那邊轉 或者用R6拍 就輕鬆一點 不要說它 別人的iPhone Pro Max 我用它而已 我用它而已 就是iPhone Pro Max都會 對 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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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實 看到它都給大家 幾多的空間 因為就是說 Sony 其實很狡惑 這部A1 好像跟Z62 Z72 一樣 將兩顆Chip Set 一起放進去 其實現在的R3 它自己獨有 用一顆就可以處理到 而 在處理片的過程中 其實數字上 它真的大人力很多 因為A1 出片都是400Mbps 但是 R3 就去到1800多 大家就想一下 之後你的記憶卡 要怎麼辦 因為你要拍到 它雖然只不過是 DCI 4K 就是4000多 乘2000多 就高於正常4K 但其實它的bit rate 就很大 事後就 可能放在中間 你是不是需要拍Wall 或者是原生 正常的MP4 但它的bit rate很高 其實又可以出來的效果很好 所以 又可以 真的要有影片到手 才知道 其實究竟 它的Codex寫得有多好 或者我會說多一點 關於 它接下來 將會怎樣銷售部機 將會 我預言 將會有些打手 是的 市場經理 將會有些打手 就會拿一部A1 那些晚上拍的照片 然後就說它的Noise 就比這部差 如果你是 不是很熟的消費者 那你就不會被它懶了 嗯 但是 其實我現在 告訴你 將會有人這樣做 其實會發生 預料 但是你低像素 ISO高 是正常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做先知 看看香港有沒有人做 香港沒有人做 外國都一定有 放心 那看看 之後就 還擊 就是拿一部A7S3 然後 又拿回一個大像素 跟R5比 對 跟R5比 然後你們真的很煩 是啊 因為 如果你說最大的 都要提回 講CMOS 現今 在這個 叫做民用機 就是我們可以正常 reach到的機 A7S的最高位數 是去到40萬 就是 這件事 跟R3比 真的可以 push多一下 那當然 其實那個 像素來計的話 A7S的resolution 就比較低 回到物理的現象 就是 每一粒Pixel 相對來說 吸光量也比較高 但是 我現在開始 都很模糊 因為 經常有人說 太多KL 暖粒東西 是啊 搞到我自己都很懵 我也是 有一天說什麼 A7S3和A7S3 差不多 原來是這樣 算了 你說什麼什麼 很亂 我們只有這麼多錢 買一部機 然後去拍攝 不會考慮十部機 應該是 一點點 round up 如果你只是 有給你無限金錢 你只買一部機 你會買哪一部 無限金錢買一部機 是 我當然是買Lyka那些 保值機 哈哈哈哈 那些 炒到飛氣的那些 用的 然後用 是主持人 實用來說 真的 暫時還有A1 好像 我也是投A1 看積價錢 可以用鏡鏡 拍照拍攝 拍攝 也是挺闊的 我當然是買Z9 是goodboy 是啊 有了嗎 還沒有 我們可能很快拿到 是啊 期待看看這幾部機 都可以到手的時候 分別這樣用完之後 再講講我們的主觀感受 A1就交給你了 A1 A2D 香港有貨了 然後 R3就交給你了 是 是 我負責一部Z9 頂你 哈哈